主料,鸡蛋5克,玉米油35克,牛奶35克,细砂糖125克,底粉150克,柠檬汁3克,主料,淡奶油250毫升,细砂糖25克,奥利奥饼干一包,其一锅两个,黄桃罐头一罐,糖蒸,可可粉,自制KT模具一个,准备和所有材料。 奶油提前拿到冰箱冷藏比较容易打发,其他逐个打入盆里,加入柠檬汁,加入细砂糖,哈哈,又要囤货了,用电动打蛋器打发到提起打蛋器落下的面糊产生的纹路不轻易消失,加入过栽好的滴粉,复杜大一点油下网上搅拌面糊,不用十字法则,过栽后滴粉细腻,即使倒立搅拌面糊也不容易消泡,加入准备好的玉米油。 继继继继续搅拌,以前用量烧后来还是觉得买个称很重要,加入牛奶搅拌,我直接用奶粉冲到,比例一比九,倒入八寸圆末,用力针底下融入烤箱中下层,一百七十度上下火刺十五分钟,烤好了搓炉可以用牙线擦一下,看看表面有没面糊判断蛋糕有没熟。 这是搓炉的土浪,奶油和糖二十比一的比例打发好,喜欢天可以饰料加糖,蛋糕分成三片,去一片土奶油加黄糖,再去一片土奶油覆盖。 做好三片蛋糕后,就想办法用奶油把表面覆盖,这里实在不想拍照,我涂奶油的技术太顺了。 把二十二饼饼干去加鲜后,放入料理机打碎,用来装饰蛋糕侧面,切好米红糖和黄糖,Kitty只不放在蛋糕上,可可粉到一些再往塞,再在Kitty磨的空隙上,轻轻提起Kitty墨,尽量让Kitty处于蛋糕中间,摆放水火,Kitty猫位置不够中间,所以又补了两片奇异火。 在蝴蝶节,放点糖震,烹饪技巧,烤蛋糕的时间就可以切水果,蛋糕分成纳凉的时候,就可以打发奶油。 这样节省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欢迎Tittynews.xy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